他这个是什么终极裤衩 回旋标 对 回旋标 成回旋标的这个 但有一所以感觉 感觉上一个BO5就是他们的两个对局微卧的被爆得有点惨的呀 对纯被爆 你369这个不他369这个六芒星就已经证明了他 就是纯粹的 猛 所以说的是大黄又打不了输出又没有成伤 这个 然后又不打穿 对 但是我的生存能力加KDA英雄持生怎么了 369可以说话的老子一样 我什么都有 对我什么都有 就 那个 LCK的雷达图是真的还是假的 超V的 如果那个 应该是真的 对看他决赛的表现 就那个雷达图是 我感觉是在尬黑 BIG FLY 对他如果决赛不是给了一个六芒星吗 就给了个超V的然后给了个BIG FLY的 然后超V的那个是六个全满 决赛的表现也是 说实话如果你看了他们决赛的话你就觉得不在尬黑了 不是在尬黑 OKOKOK OK下一页打野 卡拉V 卡拉V 存满啊 对 分军经济 分军输出 全部拉满 满归满 但是说实话就是在上一次的BO5对决当中小天其实节奏方面要比卡拉V好挺多的 对因为卡拉V要刷 卡拉V不管怎么样都要刷 就是他就算前期比如说最近的卡拉V很喜欢抓上了就是三集三集四集就差不多去抓上了但是问题就在于他抓完上之后他还是要刷 就这个是他个人的游戏风格就他有可能是前期刷中期刷但他有可能是前期刷几下打破了之后他开始刷 呃三集表现确实都都挺好的 嗯然后小天的游戏风格就很明显他是他是可以他妈五分钟抓六波的人而且他还是未 就是他会容易把你就是把你卡拉V带进他的节奏里面就是卡拉V发现不行队友好像挺不住得去帮一下然后卡拉V刷也刷也不刷了也去帮队友了 我可以说有个问题哦 天的发挥可以说是在赛季涛博十分关键的一环卡拉V一直都是以他一直以来也是京东机的发动机兄弟们觉得决赛 两队打野会把终点放在哪边的番区 卡拉V肯定还是上半局啊 京东的动作太明显了但是小天的话有点变态的他没有就是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思路他都想抓哪抓哪 是的他没有固定的那种玩法 对就是我 纯看心情 他基本上 看阵容的吧应该也是 对 大部分时间哪个队我都喜欢去 先靠中路要再一次做事 呃JDG真不是这样 JDG卡拉V直接去上 对直接去上的他们很少会靠牙膏就是他们会让牙膏去承担一个就是 去吸引火力的责任 对 牙膏说你在中路就稳住发育然后对面打野来抓你你也别死能拖他时间最好 一般是这种的 但小天 真的你 你根本不能摸出来他的一个固定思路 确实摸出来 但说实话这两个打野对局的话还是要看卡拉V能拿出什么新英雄嘛就他玩的东西挺花的也挺多的 虚空女王莫干娜那些 对 抛什么 还有这个版本就这两个吧 然后其实那种什么千诀什么他也会玩就看他会不会拿出来罢了 应该还是猴子卫吧决赛 对小天的选人的话就比较 还是比较偏版本什么波比 巨魔猴子破败王卫这种 对就抓人的 对 抓人好抓就一定会选 下一页 慕容 啊 真的假的 满中满 还可以吧 卧槽 这样子的嘛他他这个流氓心长的 几乎快满了 还可以 他这个是什么他这个相当于来说生存能力加产金击杀跟英雄池是前二的吧基本上 或者说是第一 反正是前二左右 对 差不多 就他除了 分均乘伤还有分均输出之外基本上都是 一二名 他分均乘伤 他这个反向排名的话有可能是那种什么像赛拉斯玩的多 对他就是赛拉斯玩多了所以成伤高一点 对 嗯 像牙膏这个分均成伤就是比较标准的中单分均成伤的就是玩那种常规法师嘛 别人打不到他那种 哇 他这数据有点太夸张了 随时 平香第一中单 但是按照 按照上一次的BO5发挥的话牙膏是 高于Night的呀 就上一次就只说上一次BO5 说句实话就感觉常规赛的牙膏发挥感觉也是比Night好挺多的 因为牙膏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他中路比较稳定的嘛 就是偶尔会有那种亮眼的操作但是这个赛季看下来的话他就 亮眼操作很多 中路也能 就是起到那种发动机的效果吧感觉 而且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是他打团有点变态 对牙膏嘛对 他的黄姬太BT了黄姬 他打他的黄姬都好BT呀 那下的黄姬那倒不也是终极翻盘EDG 对但是感觉涛博应该不会让Night去选这种英雄吧 涛博还是比较偏向起节奏那种的 对他涛博首先不会给Night选了然后其次是牙膏的黄姬估计不会放了 主要你对线没有好打这个英雄的英雄 确实 真没有 你说你选个什么妖姬去打那也是中期好打你前期还是不好打 就牙膏里 有时候可以这么理解他就是感觉他前期好像好像没什么声音但一会打团乌有你感觉这个人存在表演 打几团就跟 跟个战神一样 对 OK AD位 这是随赢随第1中大吗 这经典的 差不多 这个问题 随赢随第1吗 这个是直接跟下路两个人的 观看上一个BO5来看的话确实打起来的时候是涛博 大部分都是领先前地际下路的 对 因为 杰克开门了 杰克 其实也跟小天靠下有关系吧 而且杰克个能力跟马克两个人对线 选这种强势英雄什么德莱文配泰坦啊打对面也抵不住 对 我后不是更喜欢玩滑板鞋的但是杰克有德莱文能打 对 还有塞纳 然后 马克其实还是比较钟爱应付的马克这个选手 来了经典杰克的分军成商他这个是什么 他这个就是对就是被被被被狂打的 对 就是他应该在AD里面的成商是排第1的吧 对 他这个成商应该必是第1了吧 他这个都凹凹到最里面去了 差不多吧 感觉差不多 我会打理 开团型AD 对 但是 在媒体群访中提到涛博下一赛还没赢过静东机 状态火热的杰克 也回应希望杀戮 静东烧人顶住 兄弟们觉得杀戮对去急急开 还行啊 主要 两个人说的都没问题啊 就确实没赢过 但是杰克也也觉得打下路打的没压力啊 对 对 主要后骨的风格他是那种 其实他是以那种比较平稳发育为主的风格 像杰克就是那种比较进攻性的风格了 对他下路好像好多把都是优势的我记得 对 除了几几开应该是 4.5对5.5啊 感觉不止感觉 起码要4-6起吧 涛博下路找多个打野啊 对 前期卡纳比区下路的情况就是过去看一眼就走 这种 卡纳比区下都是让下路特线过来一起缠和线 对 差不多吧 然后就走 对我记得了 就是小天可以让他们下路让涛博的下路打的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嘛就是该换选你就干 该换 对吧 还可以下路对于我觉得差不多吧 就反正涛博肯定会有优势的